哎呦 妈 这怎么回事 我碰了个啥呀 怎么一下装这么浓 放我出去是什么 我喝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啥呀 这啥呀 没事 我就用这个去 哎 怎么有个放我出去 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别出去啊 拿这一张 这一张写好 这是给你 啊 这什么东西啊 哎呦 怎么买 这也太黑了 像那个蒙古人似的 不是不是 像非洲人似的 说错了 等会儿啊 人家刚才调得好好的 挺漂亮的 稍等啊 嗯 嗯 这样就好了 这样 再调白一点 OK 吓我一跳 这这么黑的能行吗 能让那个 看着这么黑呀 其实真是有点黑 太黑了 太黑了 现在白了 太黑了 不好看了 不漂亮了 把这再调回来点 就这么黑吧 我都穿了 谁说 谁说美颜救不了我 我给你调一个 美颜救不了我 好笑了 我给你看一下 美颜能不能救了我 白不白 有没有超白 有没有超白 他美颜救不了我 我 最白 真是的 真是的 还有那个装的那个呢 等会儿啊 你来一个 咋样 咋样 好笑 这就好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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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洗脸呢 还没洗脸呢 我要说啥来着 哎呦我刚有啥要说的来着 妈呀 没洗脸 我最近太瘦了 没买 干啥呢 那是 咋回事 你等会儿啊 妈妈 不行不行 嗯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一共二十多块钱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有了裤子 我就什么都忘了 那你把链窄去 太 那就谁帮谁帮 那些小包 嗯 这个小包 你挑个漂亮的呢 妈妈 哎呀 庄口乡村爱情好笑了 我当然是可以 谢谢你守护 我当然是会说普通话咯 我没洗脸啊 我下次一定要喜欢脸在直播 尴尬 没化妆 我就是没有眉毛 这也不好看呢 多好看呢 这你还看不出来好看 这不好看吗 这老漂亮了 你见我本人那你肯定觉得更合成 你想 你现在得想我化完妆之后 化完妆之后的样子 那个 眉毛一有 然后眼线一有 老漂亮了 我这发量堪忧啊 其实你不多吗 多多呀 你看 咋子 今天开直播主要是证明自己啊 在这 我本人 我本人 告黑 哎呀我要说啥来着 我本来有事要说来着 忘了呢 一下就给 什么事来着 什么事来着 忘了 晒黑了 没晒黑 就是这已经是美白了 最近不是休息吗 在家就已经尽量的那个 尽量的别太晒了 已经是尽力的样子了 可能是我近几年最白的时候 就这样 但是 手好像还比脸白的 也差不多 多保养 可保养 狂保养 我直播化妆了 我不化妆了 我今天好不容易去工作 我不想化妆了 我不想化妆了 太瘦了可不是咋的 看到最差就是不喜欢吃饭 最近 哎呀 我要不要休息一会 人家刚开始播就休息一会 减肥低血糖啊 我倒也不是减肥 我最近就是有点不爱吃饭 我怎么一看着饭我就犯丑 我就没有什么胃口 不喜欢吃饭最近 最近就 喜欢干啥呀 我最近去那个跟着就是 宣传团队 还有经纪人们去 看片去了 因为反正我不是 这两三天没有工作嘛 然后我就去看片了 看一下水杯 这个水杯 我干嘛 天热没有胃口 全骨高啊 我觉得全骨高哦 你如果这个地方胖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地方胖一点会好一点 你的肤色和别人比是偏黑吗 偏黑 但我已经比以前白很多了 就是 你看看我以前就是 当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但是你那个 如果你能知道我以前有多黑的话 我现在真的很厉害了 就是我真的变白了 以前白很多了 真是个白人了 现在就是跟我以前比 哎呀 不要不用为肤色那个黑而自卑 无所谓 就是反正因为我就觉得所有事情随心嘛 就是你你比如说你就喜欢 你本身就像我这样长得比较黑 那你就喜欢白 那咱就努力呗 反正能白点就白点呗 我是真的是用了好多产品 然后我那个就白一些了 然后就是 嗯 涂啊什么 涂美白的 像那个377精华呀 然后还用什么 反正就是涂也用白一点的 然后 嗯 嗯 防晒也特别注意 嗯 还干嘛 我还涂白色的粉底 就是把粉底那个涂得更白 然后就是三管齐下 导致我现在上戏 就是要我在戏里看 或者是我那个 上节目 我绝对不比别人黑 就不就 OK了吗 想要啥呀 咱不要的主要就是出去以后 那个 白就行了吗 管管 不用管别的 鼻子歪呀 为啥歪 这样也歪吗 这样就不歪了 光的事 那能长多直啊 也不能长得一个鼻子一根棍似的呀 咱们在这儿唠嗑我妈在说 假鼻子一根棍 我妈太好笑了 给我妈还给气口呛 脖子要涂防晒都得涂 然后你那个涂粉底的时候也记得把脖子涂上 反正就是我 我感觉吧就是你只要开心就行 你喜欢白咱就美白 你要喜欢黑咱就美黑呗 喜欢啥样就啥样 说 要不然就人嘛 涂个开心嘛 好 看今儿咋不换 因为我今天不上班呢 我今天 我怕一会儿我要去做个核酸检测 然后核酸之后 我要去买衣服 不不不不核酸检测之后我要去体检 去做个身体检查 因为我最近身体就不是特别舒服 我去做完身体检查之后 我就要去逛个街 后天我就要出差了 出差完了以后 反正就琐碎工作吧 在哪儿做核酸啊 在家附近 我发量还多呀 我发量真的不多 但是我也努力了 因为我也喜欢头发多嘛 然后我就天天那个 天天涂生发液 天天涂 但是有时候也忘啊 就但图完吧 你好歹这些毛毛就多点 就是这种 这种碎毛毛稍微多点 还是有用的 捐款了吗 捐了 你捐了吗 怎么减肥啊 我最近都不爱吃饭 我也没减肥 但是吧 你知道太瘦就是 我觉得太瘦就有点显大 因为可能脸会凹嘛 还好我是那个 就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小圆脸 所以就是我的 我的脸不会太瘦 而且我 我不是最近去看片了吗 看片然后我就发现 我即便这么瘦啊 我有的时候就是还会 脸有的时候会有点像肿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泡泡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上镜圈挺麻烦的 就是你即便是可能最近不是很胖 但你一旦比如说有点水肿啊或什么的 还是能看出来 而且我不是就是在戏上受伤了吗 我就看一些我的那个戏的片段 就是受伤以后明显状态会稍有点不太好 就是因为我腰不敢使劲 所以我整个就有点这样 就有点像一个僵硬的竹竿 就特别奇怪 不过倒不多 可能就是这样 我像竹竿一样的戏 大概坚持了半个月吧 我妈给我吃饭呢 这不是最近天天就瘦了吗 不爱吃饭 妈妈又要开始行动了 让我多吃点 我 哎呦你知道以前就我跟大家直播聊天的时候 就拿滑滑瓜聊天吗 我都是不化妆 我现在再看看那个不化妆 还真的蛮丑的 其实确实挺渴上的 但是我又觉得挺好 因为这不就是我吗 化妆之后有一个样 化妆之前有一个样 对不对 我觉得挺好的 这晚上刻成好看的 都行 宝贝 哎 你那个是吃酸菜 什么的事还是 就是土豆丝 嗯 它两样的还是就光炒 土豆丝 我都行 你得说出一样的 那就酸菜 就吃土豆丝 嗯 多少斤啊 现在 最近有点瘦 嗨 别缩多少斤了 反正我那个 我去拍戏之前 我肯定会胖起来的 我一定不会让我这样进组的 因为这样进组不行 就是 太瘦了 我是主要是我的身子看起来特别薄 所以有时候就是 太薄了 太窄了 身材焦虑 我现在就有点 因为我太瘦了 我就大头小身子 头头看着就有点大了 但可能太太瘦了 又不会不会了 因为头已经缩水了 哼 头发自然卷啊 不算吧 但它也有点狗狗 后面什么声音 我妈在剁土豆丝的时候 怎么去黑眼圈啊 如果你想去黑眼圈的话 我妈说好好睡觉 那个 好好睡觉 烤刺牙 不是烤刺牙 醉牙 哎 不过最近想去估牙了 因为我之前没得好好戴保湿器 这个下牙 你看 还是有点 不起了 不过倒也不影响 因为正常说话也看不见 明星比上镜还要瘦吗 反正我周围的人说 我镜本人有点像一个 非常瘦的东西 像瓦片 我妈说我像瓦片 瓦片 我又不知道瓦片 傻 哎呀 我爸说我像带鱼 说我那个开门不用 就是进门不用开门 直接顺门缝就能进来 哎呀 给我戴个王冠 开草了 嗯 嗯 黑眼圈说完 哦 sorry 我妈一说睡觉的事 我就给忘了 镜头不正 我那我一想啊 哎哎 嗯 我想想啊 我妈说啥 哦 我说啥 啊 黑眼圈是吧 嗯 黑眼圈呢 有一种方式 就是那可能你多睡觉好使啊 但我也不知道多睡觉 要坚持多久才能好使 嗯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去 嗯 去医美 因为那个医美吧 就是 应该还是有用的 我 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来着 哎 熊猫针吧 是不是 熊猫针可以稍微去点黑眼圈 但我不是很懂啊 因为熊猫针我没打过 我听说熊猫针因为它是乳白色的嘛 所以打一点 就是可能你的黑眼圈会强一点 但是问题是呢 嗯 打这些针啊 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这个一定一定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因为嗯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填充过肋沟 很久之前了 填充完以后啊 真的很恶心 填充完之后就特别像有一个眼袋 巨额 就是年龄一下长十岁 十岁可能有点夸张 长五岁吧 就是真的是毁容级别的 然后后来 我呢 还是那种就是 我总觉得它能吸收 所以我特别傻不呵呵的 就一直等 我就觉得无所谓 那就肯定 只是临时的 就是说它没消肿啊 或者是它有点什么 后来那个眼皮底下又轻 又又又 就像一个大眼袋一样 就特别难看 我坚持了多久呢 我特别轴 我坚持了九个月 完全没有消 然后还特克成 最终我选择去拿那个叫容 容解霉 到底给它容了 这个医生要是不行 简直就是不但不会好看 还会丑的那种 所以就是即便你想要去靠医美的方式 去解决你身上的问题 一定要找好的医院 一定要找非常正规的医院和大夫 然后要去跟他好好沟通 还有就是什么 宁少物多 千万就是说你宁可少一点 哪怕就我还是也有泪沟嘛 我宁可有点泪沟 我也再也不要有一个眼袋那种感觉了 真的就是你在选择这种事情上 虽然我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一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太重要了 鼻头是不是变远了 鼻子怎么可能会变 我之前看有人说说我那个鼻子就是也变了 这么多年 我实话说 我看我以前的照片我也觉得奇怪 就是为什么会有点好像变好看了呢 然后我以前我感觉还有点就是一笑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我觉得是因为我表情管理比较好 我以前一笑有点 这样一笑 嗯 被这个盖子挡住 谢谢你送了我一个盖子 有点这样 然后就感觉我还有点低包天 就是 后来感觉嘴也变好看了 就是比以前嘴也好 我以前还有一个什么 我特别爱涂 我还特别爱涂肉色的口红 就是那种显得嘴唇还有点厚 然后再加上就是一笑 然后把下巴就一往前一往上一怼 你就觉得有点 看起来嘴还变厚了 然后还变低包天了 所以这么多年我总结下来 有一部分表情管理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 然后包括我有时候自然笑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会有点往上撅 但是如果我 比如说在戏里就是 每一个角色的笑 就是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吧 而且你就是时间长了 你这个东西就控制住了 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好看一些了 我不卖货 我不卖货 我不卖东西 如果你想买的话 我这身上也没啥能买的 这发圈还挺好看 你可以就搜个同款 截个图 瘦手臂啊 我还没有这个 就是瘦手臂啊 我想想啊 我前几天跟大家分享了 有一个动作是这样 可以瘦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样 就是夹紧以后抬高 抬到你鼻子就是上方的位置 这样夹一会儿 它也是会锻炼你这个胳膊的这个地方的肌肉 瘦手臂的方法很多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你一定要坚持 变白啊 变白就是 比如一定要注意物理防晒和这个防晒霜对吧 你还有就是美白产品 找那种就是正规的好的美白产品 还有就是涂美白的精华 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暗淡型的 因为我经常是觉得 其实皮肤黑不黑白不白没有那么重要 有一部分原因是 你想让它透亮嘛 就其实有的人黑黑的亮亮的很好看 你可以选择去比如说水光针啊 或者是根据你自己的皮肤状态 可能去打一些就是激光类的 但是还是要那个 还是要就是根据你个人 人中歪了 脸歪呗 脸长得就有点歪 那咋着 我感觉所有人也不是两边脸都长一模一样 往这边长 这不歪了 我以后这样对着 小红帮我听了点电话 不知道我感觉有点哗歌的 我感觉就是 其实现在我看大家很多留言嘛 我觉得就是又发 容貌焦虑这个事特别多 发现没有 就是大家包括看我也是 你一会什么脸歪了 一会你眼睛斜了 你双眼皮大小眼了 这些都有一些怎么说呢 对别人的评论 但实际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非要去就是 包括你生活中的人 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谈论别人 你什么你胖了你瘦了 因为实际上现在容貌焦虑确实很多 但是跟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 评判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这个容貌焦虑很多时候是 也是有时候是你 同样是你带给别人的 就像我刚开始直播说了嘛 我说我觉得人就是活开心 之前我有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如说健身啊 或者是一些美容的办法 但很多人呢就会跟我 就是你知道尤其我周围的人 他们特别害怕 他们特别害怕有人网络攻击我 就说啊你是不是那个 你那个让女孩怎么怎么怎么变美 你会诱发容貌焦虑 然后你还会那个 传播会不会会不会有人说 你传播不正当能量 说你那个比如说你为了变美 或者你为了干嘛 是为了讨那个男人开心 实际上女人的美是为了自己 我说对呀 我也觉得女人的美就是为了自己呀 而且我觉得一切事情 我们生活在这个生活上都是为了自己 你说比如说你想要考好大学 所以你为之去努力学习 对不对 你你比如说你 你想要吸引到更多异性也好 或者你想要让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你比如说你想要让自己变美 你穿的得体 你你那个就是学习各种语言 你学习各种技能 你所有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呢 就是为了自己 因为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妈咪能帮我把门关一下吗 嗯那个声音稍微实在有点那个 对 所以就是一样的 其实所谓的这些容貌焦虑也好啊 或者又发容貌焦虑的原因 你有时候可能自己想想 是不是因为你想要变成这样 对不对 你想要 嗯 你想要瘦 那我们就减肥 你想要觉得说 哎 胖一点 好看 可爱 你就可以稍微胖一点 我觉得所有东西真的就是 其实这个社会上没有这么多人会逼着你做选择 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 哎 我是被迫的 其实这个所谓的被迫的呀 或者干嘛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你选择做一件错事 那也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选择完了以后 可能有人骂你 有人你会承担 比如说 哪怕你做错事特别特别严重 有人会骂你 甚至你可能会被抓了 对吧 但是这个选择到底是谁来做的呢 就是离自己 你想要成为明星啊 那你就去加油嘛 成为明星 对吧 成为明星 比如说你 你可以有几个方式 你可以去 横店去 去拍戏 对吧 因为横店有很多机会嘛 你可以从 群众演员开始啊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一些经纪公司 去去面试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当时是我想做模特 所以我就跑去了瑞丽 然后去跟人家说我想做模特 对吧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能够参赛的机会 你不想做明星别人逼你的 机会 你不想做明星别人逼你的 说别人非得逼你做明星 你那个不愿意 那你也有两种选择 要不然就是他揍你一顿 然后你没做这个明星 要不然就是你选择了做这个明星 然后跟你自己不快乐 你这句话其实是想要表达啥呢 主要以斗机令为主是吧 为什么不穿红星尔克的T恤直播 我最近没买红星尔克 因为大家都在买 本来你也抢不太到 而且 没穿 有什么大问题吗 牙呀曾经咕过一次 因为我的那个 就是 我的 长了致死以后 忽然门牙不太齐 不太齐以后 我就给他拔掉了 然后就孤了一次牙 要不然 就那个了 要不然就是他就不起了 对 哎呀 我就感觉要就实际上直播 有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 哎 就是你知道之前呢 确实我的经纪人 或者什么的都说 啊 雨昕你不应该评论那么多 因为我不是小号 经常就有时候会 跟大家一起聊天吗 实际上好的坏的 我都聊过 不是说我好像就逮着 那几个不好的非得聊 我不是说看不见 我有时候看见了吧 我就觉得回忆一下又怎么了 因为 我也是个正常人 我跟大家一起 说说话 或者是表达一下 我的状态也很正常 我还有一点是觉得什么呢 我希望我的 粉丝 因为我知道 可能这个直播间 不全部都是我的粉丝 但是就是 呱呱呱这个号嘛 多数都是我的粉丝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 就是 也别说哈 你比如说喜欢了我 两年三年了 最后你觉得 我跟你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的很多想法 我接受不了 我的很多想法 你也接受不了 最后你是大失所望 你还不如知道我是什么样 你知道了我是什么样 然后你也觉得 你可以接受我 这有点像咱俩在谈恋爱 你也可以接受我 我就这样 对吧 然后 我们就一起互相喜欢下去 但是如果你 真的对我很多想法 就也觉得什么鬼 你也接受不了我 一定有人在是你更爱的 你就是可以去选择爱别的人 而且真的不用 就是把我的想法想的特别歪曲 就是那种什么 所以我一说什么 那个你就让我滚是吗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天哪 就是你把我想的太坏了 我哪有这么坏 不是说不能说我 只是说 你知道吗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想法 你是比如说去骂工作室啊 包括骂那个我的经纪人啊 这种过激的行为就没有必要 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 意见这么大 且我不是能够更改 你说包括有一些活动也好 有一些什么 各个活动有各个活动的 比如说他有他的要求吧 他然后包括戏也好 我不是知首遮天 我可以解决一切 对吗 双方之间 我们如果说更加尊重对方的话 是不是都有伤有量的 你包括什么 你不怎么样 就去跟工作室也好 你不怎么样 我就骂死你 人家也是打份工容易吗 你不行 你就实在不行 你就骂我 你也比骂他们强吧 也没有那么简单呢 对不对 包括就是我可算是剪个刘海 我剪剪也没事吧 剪会呗 是不它也能流长 然后你要说是中分 鞋分都可以 不行套个假发套 咋整都行吗 哎呦妈呀 我跟你说给他们几个骂的 就这个私信没法看呢 我也有情绪的时候 而且我不为我的情绪来 就是我不后悔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是发了这些东西或者干嘛的 因为我真的想让大家看清楚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如果你就是真的要以骂来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那就分走吧 咱俩 好不好 这是我真实的眉毛 就是没几个人 对不对 而且我总有会 比如说我 我总有 会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也总会有 就是比如说难看呀 可能未来也会 就是皱纹会多呀 可能晒的会跟黑眉球一样 或者干嘛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你最近怎么这么黑 我讨厌你了 你给我 美白 你给我怎么样 我却做不到 我尽力了 好不好 但我没有那么生气啊 就我不是说我真的很生气 这个件事情 只是还是那句话 我只是想要表达 就是我 我不希望别人都不知道嘛 我只要表达了 这件事就没事了 对不对 你即便未来还会有人 就是去 比如说骂我呀 或者干嘛 也无所谓 而且呢 还有呢 就是大家说 啊你只知道怼粉丝 你为什么那个不去理黑了 我理的过来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 因为你知道就网上 是对我什么样的人都有 还有给我造黄谣的呢 那然后呢 那你 你这种造谣千千万 我能怎么样 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 就是如果说是我 那至少最开始说 大家说是我的粉丝 然后你去提了很多意见 到最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 包括辱骂呀 或者什么的 这个是因为我想呼吁我自己的粉丝 我才会去说 那那些 那些就是造谣的人干嘛 他都不是我的粉丝 你说我理得过来吗 我不可能 而且我也不生气 我不是个玻璃心 红妹给我充点电呗 我不是玻璃心 黄瑶 就是哎呀 说我什么这机会 那机会是靠陪 陪 陪大佬 或者干嘛的 什么都有 那你要是看见了 你倒是什么都有 可是 有 有所谓吗 没所谓 其实我后来也在想一件事 哎呀妈呀 我后来也在想一件事 如果未来呀 就是再有这样的事呢 未来还有这样 再有这样的事 我就打算 那个了 这怎么又变成没有美颜了 给我美一点吧 本来就像黑名球似的 哎呦 好点 就这样 没事 又白了 嗯 什么 营销号也有 然后包括就是粉丝自己一拍 就是不是我的粉丝啊 不知道 什么 就是一拍脑门 我就有那个 我未来打算打官司了 我确实决定打官司了 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跟我们好几个演员 也聊过这个事 因为大家都有这样情况 就不止是我 因为大家都有嘛 这种情况就是造谣的呀 然后给你那个胡说八道的呀 是吧 我是打算这样的 我以后呢 决定要 聘请一个律师团队去告他们 告完以后呢 我就要要经济索赔 然后要完经济索赔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取钱 呃 去就是我一定是完全透明化的 但是你你那个律师团队肯定是要花钱的嘛 你就一部分钱呢 你要就是给你聘请你的律师团队 之后的这个钱呢 我就决定去捐捐了他 就是去我想要 嗯 比如说 这个这个干嘛呢 比如说这个贫困山区呀 或者是一些患病儿童 我打算把这个钱捐掉 因为是这样 反正你觉得你说话呢 尤其是造谣的 或者是这种就是纯辱骂的 你你觉得你这样呢 不是不用负责任吗 那咱就试试 比如说你确实是犯法了 对吧 我也该告你告了 然后律师费一扣 这个钱捐掉 正好还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完活正好 你说是不是 靠谱不靠谱 而且未来不只是我会这样做了 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演员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聊了 我们在剧组都 大家也达成了共识 以后你要再有这样 就给你瞎造谣骂你的 那咱就整整 你非得觉得你骂我 就是完全不承担任何任何责任吗 那就来试试呗 鼻子怎么了 鼻子怎么了 鼻子就是指一个这样的鼻子吗 那鼻子怎么了 演员四点关系好吗 挺好啊 你想我们关系能不好吗 拍戏啊 从除了就是那个收工时间 一般我们平时就是到了现场 就见到所有的演员们 每天工作得十几个小时 不会关系不好的 实际上关系都挺好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 勾心斗角啊 或者干嘛 因为你知道吗 演员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最重要的是 你得把这场戏演好 观众得最后看你这场戏 对不对 哪有没事嫌的 恨不得我害你一下 你害我一下 你说害了有啥用 你戏没戏没演好 不还是一样吗 最后观众看的是你的戏吗 对不对 你背后你俩关系不好有意义吗 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剧组 其实关系都挺好的 我们也上班啊 是不是 正常的上班 正常的下班 也那个困的时候张嘴睡觉 在那个座位上 也翻白眼 你说演员是什么 演员是种职业吗 耍啥大牌 拿啥耍大牌 你就说耍大牌 我有时候不明白 有啥可耍大牌 没有 我至少到现在演艺生涯中 到现在 我没觉得什么 谁耍大牌 你说剧组 你跟谁耍 比如说你跟工作人员耍 人家工作人员见过的 比你大牌的也有的是吧 导演合作过比你红的也有的是吧 你跟童童演员耍 有啥可耍的 你比如说你是女一号 那人家对方也是男一号啊 对吧 人家女二号 女三号也好 还是你也女二号 那你跟谁耍呀 没得耍 耍给谁 人吸的搭理你耍不耍 你耍还恨不得给你踹你一脚子 你在那说 瞎耍 但确实有过啥啊 比如说你这个衣服裤子鞋 人家服装啊 或者是你基本上这个事情都是服装 服装过来给你可能 比如说给你穿鞋 为什么会给你穿鞋呢 因为有时候吧 你比如说就是你要不然你衣服 那个大威灵 你实在不好蹲嘛 对吧 你一哈腰可能你就穿帮了 别人就看见了 或者是有一种 比如说就是着急 你正好要拍了 你没注意到这鞋有毛病 人上来哗一把鞋 会这样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说这个照片一出来 可能是人家可能一个俯冲过来 比如说单膝一下跪地了又怎么样 然后最后就变成你站着人家 就是那个动作 我害怕 就是我也害怕 你这样吧 就感觉好像是你 确实好像你在那装毒了 是那种感觉吧 所以我现在呢 就如果我但凡能注意到的情况下 如果如果人家一旦就过来 他蹲我就蹲 他要是单膝跪地 我恨不得双腿跪地 反正就是考的 就是一个你的反应能力 他来 你只要 我反正是有时候 就是要起 我要穿裙子 我不好跪 或者我不好蹲吧 咋整 反正只要他往场旁边一整 我至少我狗了 就是我就 我就我就低头 我就我就勾了下去 然后或者我就把一个手 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我就把一个手这样伸在我的那个脚旁边 我只要伸这个手了 你至少看见 大家是一起在整这个鞋 或者整这个裙子 你帮不上忙 但你也有这个动作了 你要不然真吓人哪 你有时候一个不注意 人家照片一拍 然后我还是有点 可能我有点臭脸综合症 就是我 你不笑吧 还有点那个呢 有点凶 我一太凶 我一再一凶 万一我要比如说正好看手机没看见谁冲过来了 那可就出大事了 所以可不能这样 你一定要眼观八方 耳听六路 就说对不对 应该对 你一定得看哪 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知道了吧 太下意 而且我本来吧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哎呀 sorry了 记不住 真是记不住啊 反正就是有个六路有个八方呢 小龙 把你电话在里面 差不多了 你不用说给我送东西了 我那个啥 我别送了啊 咱们就落会儿磕就行了 那个 你送东西我压力大了 我看啊 我看就是啥 眼听耳朵的 我有时候那个记不住 老虾 我会说普通话 其实 我也可以说的很标准的 怎么保持身材 因为我最近不太爱吃饭呢 完了 没有什么话题了哈 我一个人能落这么长时间 也挺厉害的呢 这我不知道我播了多久 有没有一个小时 就是怎么做到不爱吃饭 我爱吃饭 挑眉啊 别想总说那些那个啥 就是敏感的人 你总让我说那些敏感人到底什么意思 你就想让我最后就这一片段 肯定有人录评 王毅结束了以后又说我 不是说我蹭热度 就是说我那个 什么言论 你真是当我傻呀 好笑了 我不会说别人的 也不会说别人名字的 谁也不说就说我自己 撒了吧唧的 你想你来 你可就说别的名 有啥用啊 你觉得我看见你了 我还能记住你的ID呀 好笑 说别人名的人多了 你觉得你能被我记住吗 怎么就像说个别人名好像还挺厉害 还是得 好笑 就以我的智商 我就连 有的记者给我下那个圈套 我都从来没有 失误的时候 看看我历届的采访 我什么时候有被别人的圈套给圈套了 别送了 不用送了 谢谢你 其实一辆跑车 可我看见他经过了 但不用送那么多了 你以为我平时那些书是白看的 好笑 我今天晚上听书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的是提高一点学识 然后呢 与很多人周旋 并且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说的头头四道 但是都是真实想法 就是书中吧 确实会让你 我说实话 我心情不好说 我就听书 尤其是听一些心理学的书 我不是为了就是假装我很厉害 因为我听完其实也记不住多少 但是听完之后呢 还是会豁然开朗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我建议大家可其实也可以听 就是他会缓解一些你的焦虑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就是你最近 你的就是生活有点不如意啊 比如说就是事业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或什么的 但是你去听一些书呢 尤其是比如说我之前特别爱爱看 就是反复看 有一有一本书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他可以让你的心态更加的平和 而且真的是 就是有时候你把这件事情当做就是 即便是可能他 比如说你想特别顺利的进行 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坎坷呀 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这边把它想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 你的心会没有那么的 大的频率波动 而且也不会那么痛快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 放过自己 对就是你把这个事情 再通俗一懂点讲 就是你 你就算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 你也会舒服一些 更何况我觉得很多事书中写的真的还挺对的 啥 哎呦别送了 别送了 确实挺漂亮 再怎么努力 刚刚那些话你就不能说 啥意思 刚再怎么努力 刚刚那些话你就不能说 刚刚我说的话不能说 啥意思 刚刚那些话我都不能说 别送别送不用送 什么叫你都没钱送不好意思 真的不用送 反正就是聊天 书名叫什么 书名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那个 我确实记忆力也不太好 就是我说我每天听书嘛 因为听说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可能会听完就忘了 所以你得总听 因为因为你得那个听 听了以后你就可能会忘嘛 所以你就最好一本书 没事就听听 或者你心情不好说就听一听 记台词可以哦 记台词还行哦 我是可能就瞬间记忆力还可以 APP嘛 我是在听那个梵灯 梵灯读书会 书名基本都记不住 姐姐没买红星二课呢 你现在好多人不是都在抢吗 但是我已经开始在关注了 我会买地 化妆呀 化妆啊 化妆就 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是自己化 因为我就是特别常用的化妆师呢 有的时候会有点没有时间 比如说他这个时间那个了嘛 就是时间安排出去了或干嘛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你磨合一个新的化妆师呢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别了解你 然后我呢 有时候又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 就别人给我化完了 尤其人家又专业的嘛 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 这儿那儿的这些问题 而且就是如果比如调整了眉毛 又让人家调整眼睛又调整腮红又调整什么的 我觉得就我有点尴尬嘛 所以后来我因为我这么多年呢 我也是自己化过一段时间的妆了 我也对自己很了解 所以后来我才想就如果在我化妆师实在没时间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化妆 我头发不多 这可能是扎它的比较蓬松 化妆师的工资啊 不低吧 挺高的 因为 因为是很技术活嘛 尤其是做头发挺难的 我是完全不会做头发 就头发我怎么整眼 就学不会 社会恐惧啊 其实社恐这个事儿吧 我能理解 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妹妹呢 也跟我聊过 我们俩还常聊呢 她就说她特别社恐 然后她就是去工作单位也是 就是她很内向话很少 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沟通 我说那你想要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你觉得孤单 然后你想要怎么样 她说其实也还好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觉得顺心就好 就还是你开心就好 因为 如果你逼迫自己去说话 可能你会局促 会不安 然后你也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什么 其实开直播挺可怕的 因为 大家很多人也是会怕 尤其是一个演员啊 一个公众人物啊 他去说很多话 你知道言多必失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 他就会拿这个 你的一些概念和理论 或者是小亮的这种截屏 前言不大后语的这种截屏 他会去做一些文章嘛 那生活中也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话多也不见得是好事 朋友多也不见得 一定百分百是好事 实际上君主君子之交 但如水也不是坏事哦 就是有一些朋友 反倒你可能淡淡的 但是对方也会把你的好放在心里 所以其实社交恐惧这件事情 不见得是一个完全坏的事情 对吗 我觉得 如果自己真的很不喜欢 这样的感觉 很不喜欢 就是自己这个话少啊 或者是跟那个 大家沟通的少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 先从自己心里下手吧 这个东西不要逼自己 谢谢你 那个谢谢 但是真的不用送给我啦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谢谢 对 就是反正 自己开心就好 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顾虑和难受 而且学会爱自己嘛 其实你有时候 自己有很多优点 很多 很多好的地方 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注意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有一个事情 就是你在想自己是否 自我否定的时候 其实 尤其晚上你自己回到家 你可以想一想 比如一天发生的事 然后想一想自己的 就客观理性向看一下自己的问题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 是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焦虑 或者由于对自己的 就是太过于苛刻而引起的 招处理吗 不要啦 我有我的小红仔啦 小红仔是爱我的 我也爱小红仔 姐姐姐不怎么演电视剧啊 其实演了还真没少演 啊 也今年是收获了一年吧 因为戏可能也快播了 嗯 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那个戏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但是宇军哥和南风之我一 是因为南风我去补了一点配音嘛 所以我看到了 夜色我现在还没看到 真的好看 就是宇军哥和南风是我看到的嘛 就我已经看过了嘛 真的好看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 真的太好看了 好好看 而且 而且就是 我觉得大家演的也很好 真的很好 就是哎呀妈呀 我是跟着笑 跟着哭 我看的时候 真的好好看啊 我特别幸运 我觉得就是 能够跟这么多好的对手 一起演戏 就是大家一起去完成一部剧 然后你包括看到大家演的时候 那种带感啊 然后那种情节啊 然后那种带入的感觉 真的好好啊 真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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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看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播啊 嗯 肯定是快播了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看镜头的时候 眼神要怎么样 不虚焦 看镜头不虚焦哦 我不知道哦 闻个眉吗呀 不闻了 闻完了以后好多戏 人家要给你改眉型 很难的 然后夜色 我不是说 我不是故意不说夜色 是因为夜色 我没看着 我得说我看过的嘛 那我夜色没看着呢 你说他可能说那是眼睛对焦 对吧 什么星座啊 水瓶座 我看现在几点 我再播18分钟好不好 50 我不困 我就是素颜可能有点没精神 因为大家都是长期看我化过妆之后嘛 但是如果以前就跟着我一起看我素颜直播的话 就能知道我就长这样 其实我不是困 我就是 长得没精神 我觉得可能因为平时化妆看见看多了 看自己的戏会出戏吗 我看自己的戏对我自己会有点不直观 这是真的 就是 因为我那个我总是盯那种特别小的细节 因为我妈妈陪我去看的嘛 妈妈就是看不出来 王大雄他们都看不出来 我就说我说我这地儿什么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儿多眨了一下眼 那个地儿多叭了一下嘴 就是实际上大家看不出来 但是我自己就特别特别的在意 就是我觉得这是自己看自己剧很很不好的地方 因为你你对自己就是太多那种很焦虑的地方了 我眼睛没睁开 那咋回事呢 这样呢 这样呢 这样 这样觉得那个 有精神了吗 可能我可能是因为我说话爱抬头吧 我爱这样说话 这脖子不知道咋回事 这样就好了 这样有点像瞪人 有点激眼 明天不播咯 最近在忙咯 上班咯 上班啦 这头发还乱啊 这头发都已经算不乱的时候了 这眉毛还大啊 这还有那个特效嘞 这现在加了点美颜嘞 不拍戏干嘛呀 其实我虽然没拍戏 但还感觉一天那个挺忙忙叨叨的 就今天休息 前几天干什么 录魏宗益嘛 然后还干嘛呀 反正感觉一天还不少事 还拍了个广告代言嘛 拍了个代言 还干嘛 哎 粉丝可多事了 你要说不忙还真有点忙呢 会唱歌吗 我有点慢性奄言 其实所以我唱歌吧 得根据嗓子状态来 这个慢性奄言就是感冒 以前总感冒 总不好 然后不管也不吃药 后来彻底就慢性奄言了 就一说多话了嗓子就不行 哎呀 所以得爱惜身体 就是你一旦有个有点不舒服什么的 还是要注意 我就那个呢 我就就 没注意好吗 给嗓子整坏了 现在注意也来不及了 不好使 会跳舞吗 老师教就会 老师不教就不算会 自我创造的能力为零 去化个妆吧 对观众起码尊重一下 我开直播我关什么重啊 咱们不是唠嗑吗 人人平等 我为啥不能唠嗑 你这玩意 你现在整个 这我化不化妆 都给我搞到尊重似的话题上了 你这也整得太大了 你这有点像吓唬我 我这不尊重了吗 我开了一点滤镜 我还那个 还把这个特效调了一点口红 哎呦天 那让你说的 我不化妆 我还去 对不起世界了 我要长得磕身 我还不能活了呗 我不长眉毛 我就应该 对不起谁 我不长眉毛 真四弟 那你说的 那你说的 我不长眉毛 在家天天得抱着脸哭 我确实有点想哭 这个没有眉毛 我小时候我的同学就管我叫无眉大侠 你心子 还在生气呢 无眉大侠 这个怎么整 复起来就是嗓痛 我不想闻眉 那你拍戏 人家有的是这样 没有的是这样 没你闻个眉毛 人家很难弄的 什么声音呢 家里送外卖吧 我曾经闻过一次 就是那种 半永久 好像一两年就掉的那个 哎呀 像蜡笔小新似的 那才磕着呢 是男朋友 男咋朋友啊 人家送外卖的 像你在我家装摄像头了 自己 好笑 咋的人家送外卖 你还得给人留下 人家行字 我天呐送外卖 我还失身了 我现在手边没有丝巾 不能薅人家 但好像不是外卖 好像是快递 粉丝 手啊 我的手老大了 超级无敌的一个大手 然后人家让我摆那种 就是在脸旁边的动作嘛 说让我下巴 这个手底这儿 往这个手这样 后来我发现 我的手实在太大了 往一这样就有点怪怪的 是不 就毫无美感 这样 做那个化妆品代言吗 像这样 哎呀妈呀 太可可了 你说手要伸直点 就上这儿来了 我的手特别难上脸 就是我每次 不管拍什么 这个手不但硬硬的吧 然后还 哎呀 就做不了人家 那个美丽的那种动作 就奇怪 像个男人的手 我上次都跟大熊说了 我说如果 比如说客户时代 想要美丽的照片 我说不行 给我整个手膜吧 这这么大的手 在这块 真的太怪了 这是啥呀 一点女人的那个美丽都没有 而且我还有 我的手还有 你看哦 我手还长青筋 你就哪个美丽的女孩 手这么粗的青筋 这样 摸个脸 不漂亮啊 但我无所谓啊 就是客户没意见 我就没意见 你要客户说 这个手就这样硬帮帮的 在这块帮又这么大 没问题 那我也没有问题 那我也没有问题 主要是指头粗啊 我猜 你这算粗吗 我感觉到不算粗 就是科尘 硬 硬搜 教你们化妆啊 我出了五期化妆视频 还没有发出去呢 快了 到时候你看看我的那个化妆技术吧 我就是涂粉底总涂不好 就是因为我实在用量 不小心总是多 但是就得拿美妆蛋 再给它粘下去 快了 我还自己拍了一个短片呢 就是自导自演 因为我没有钱吗 太穷了 就是我的那个疼痛文学 我的粉丝都知道的 我原来写了一个疼痛文学的小说 写了一半吧 可能 然后 但是我后来把这个整个改了一改 因为有点太疼痛了嘛 我把我那个疼痛给它 就是做成了一个短片 这不是 这不是也不能那个嘛 这不是也不能 因为它也不是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实话来讲 就是我也没有那种 没有那个经费 所以我呢就是 那个就做了一个非常短的短片 然后把这个就是像前序一样的这个东西给它做了 然后就是整个故事到时候还没有开始 那个就是也不会开始了 因为我估计做完也不会有人给我投钱做 因为得去拉拉那个投资嘛 因为就是啊 女主角没有名是K对没错 是K是泽良和K但我全程没有叫他们名字 因为太尴尬了 我这个泽良这名我说不出口 所以我就 就这样了 反正是个 我估计也就五分钟吧 现在还没去剪片子呢 但已经录完了 挺好笑的 我自己自己做导演 自己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台词嘛 算不算我自己编剧 反正也可以算 也可以不算 然后自己 自己制片 自己的自己演 全都是我 这道好笑 到时候可以看看 看到底是啥样 就是要太瘦了 这颜值不也就忽高忽低的吗 不一定还是好看点 不一定还是可忍点 拍戏的话就得增肥 就没办法 肯定得 再胖个至少十斤吧 前一段时间 其实我表现挺好的 前一段时间我都已经胖到 96斤了 哎 不得胡说八道 哎呀妈对不起 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胖到86斤了 然后 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胃口不好 就又变成 就又变瘦了 嘿 再加油吧 再讲这肯定能长胖 长胖长胖还不容易 吃呗 我肯定不会这么瘦着拍戏的 我向大家保证 我不会脸这么尖去拍戏的 我一定会胖一点去拍戏的 因为脸太瘦了确实不好 就是会觉得人年龄有点看着有点大 而且会有点太薄了 哎呀不是我凡尔赛 你知道其实真的不是凡尔赛的问题 就是人太瘦了 你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瘦好看吗 我觉得特别瘦真的不好看 就是他看起来特别干吧 就是柴 实际上你要说好看难看这个事 我觉得得适度 就是人是要适度的嘛 你得是有一个度 就是正好在这个范围内 可能是你觉得你最好看的样子 但我真的觉得我这样不好看 哎呀妈呀 就跟一个那个棒棒糖活了似的 棒棒糖活了你知道吧 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美感 就那样 怪怪的 嗯还是得增肥加油了吧 肯定能胖努力 我妈给我做了土豆丝了 一会儿就吃了 我不是来说相思的 你也喜欢吃土豆丝 我就喜欢吃妈妈做那种就是不过水的土豆丝 高辞了 高热量啊 哎呀我就还我就喜欢吃饭 就是如果说喜欢的东西我就喜欢吃主食 就是就是正了八经的饭我不喜欢吃零食 所以有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就 你说炸的一些啥吧 就尤其是那种零食类鼠 漂亮 我没有那么爱吃 哎也不说瘦了 因为总觉得我瘦好像在显摆是真不是太瘦了真可成 就胖瘦正好那是肯定最好的 就是那你太胖太瘦都不好看呢 怎么像个男人 那你真是扯淡了 我哪里像个男人 一看不就是个女的吗 男的要长我这样 你不行吗 不喜欢吃巧克力 我不喜欢吃那些东西 我变了 我变了 我变成杂了 反正肯定是不能变成 小猫小狗了 我就喜欢吃 土豆丝 我的最爱就是土豆丝 炒土豆丝 还有土豆丝炒酸菜 太老好吃了 真好吃了 酸辣的 酸辣也行 拌点辣椒油也行 不酸的也行 我喜欢吃黏土豆丝 就不是那个酸辣椒 就是土豆丝不过水 黏黏的像土豆饼似的一炒 那样 我不会不太会做饭 基本啥也不会 哎呦到点了 我走了 我不说了啊 素颜一下你兄弟 太好了 希望你也把我当兄弟 ok 我也真的要走了 到点了 因为咱们不是约好了吗 就这样吧啊 拜拜吧 下次闹不一定啥钱了 过这再说吧 如果细播了 肯定我还会有一些官方的那个 那个嘛 还会有一些官方的直播的 但那个时候你看到我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到我呢 会比现在正经很多 然后 嗯 那个人是那个人 我这个人是这个人啊 拜拜 拜拜 那哦那个时候能比现在好看点 因为那个时候肯定得化妆 嗯 嗯 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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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